数位新冠病毒健康证明 我们在1月21号起上午8时开放 指挥中心正式公告 数位新冠病毒健康证明 也就是俗称的疫苗护照将正式上路 民众进入网站后 可以用三种方式进行身份验证 分别是身份证号加健保卡号 加户口名簿的户号 也可以利用FIDO验证 或是有读卡机插入自然人凭证 选择要查看疫苗接种 或是检验结果的证明 产生出的QR Code 可以储存在手机平板内 或是列印出来 21号上午8点正式上线 而且可以通用欧盟等60个以上国家 疫苗验证通过 所以不必接触 也不必把他的卡 不必把他的手机 拿到查验人员的手上 就可以看到这个验证的结果 CDC人员请自示范 扫描疫苗护照不需直接接触外 一般的手机平板就可以当扫描器 QR Code一扫会有三种结果 绿色代表完整接种过两剂疫苗 或是有48小时内的PCR阴性证明 以及国外试用的染疫后康复证明 黄色则是只接种一剂疫苗 若出现红色 表示没施打过疫苗 或是PCR证明已过期等状况 目前疫苗护照将在八大场所 以及医院住院陪病 长照机构等单位率先上路 至于其他场域要不要采用 指挥中心也给出建议 像新北市在建议说 小学幼儿园拖映中心 这些其他要进去的时候 要使用这个疫苗的护照 我们赞成 那但是就是说 如果就是说要规定 每一个餐厅都进去 那我们觉得这个时间 还不到那样的一个情况 陈时中强调 疫苗护照符合最小揭露 可惜性跟可遗忘性等三大特点 对于隐私个资有一定的保护 目前有航空公司已经采用 未来试用场所会不会再扩大 指挥中心也将会做滚动式调整 欢迎新闻郭斯文 王长卢台北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欢迎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记者掌握全球时事跟最新驱使 欢迎新闻郭斯文